好 如果各位的註冊已經OK的話 當然剛開始他會有一些什麼解釋的東西 都把它略過或者是退出介紹等等的 那有時候都會出現這些沒關係 讓它退掉 各位可以看到可能是這樣子 或者是從右邊拉到左邊 會看到是這樣子的畫面 如果你看到這個開始使用 或者是有可能是拉過來的畫面是這樣子 都OK 那現在我們請各位從右邊拉到左邊 變成這樣子白的畫面開始 然後開始的時候先跟各位說 這邊是不是有看到左下角有一個叫新記事 Evernote它的這個軟體 它是這樣子分的 記事就好像是一張一張的紙 我們把它記下來 然後以後它有一個叫做記事本 是讓你以後可以把一張一張的記事 整理成一本東西 比如說這一本是相關的 你就把一張一張把它整理起來 然後整理成一個記事本 這樣可以嗎? 然後以後你的一張一張的記事 或集結成冊的一本記事本 以後都可以分享給其他人 有Evernote的人 你可以分享給他 他就不用寫筆記 他就馬上就有筆記了 所以他有很多好用的地方 所以我們剛開始 我們都是先從新記事開始 所以請各位看 我愛新記事之後 新記事之後 你看它有幾個 這個筆記本有幾個好處 它已經幫你記住 你現在人在哪個點 記事 比如說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今天你記了一件事情 結果後來忘記了 忘記是那個上課老師叫什麼名字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今天教各位Evernote 可是今天你稍微做了一些筆記之後 可是後來忘記了 忘記我叫什麼名字 忘記教的那個軟體叫什麼 或者等等的 但是你印象當中 你記得是在士林舍納這邊 你就可以找士林區 或者打個士林去搜尋 他就會找到 OK 所以請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這個記事這邊是一個標題 你可以打一個標題 又可以用打 比如說這是那個 我就打個太極拳的那個好了 比如說太極拳筆記 上面是標題 然後下面就是要準備記事 記事你可以打文字 可以打文字 比如說我這邊特別著名是 楊老師的那個太極拳 類似這樣子 然後比如說拍照怎麼拍照呢 像各位可能跟我這個說不定不一樣 不是相機 如果不是相機沒關係 左邊這邊是一個加號 你點一下加號 它會下拉 看你是要拍照的圖片 拍照圖片可以用頁面相機 或是你要用錄音 OK 那錄影的話 你最好是先用你的相機直接先錄影 錄影之後你再去點頁面相機 把那個錄影的叫進來 比如說我隨便拍一張照片好了 我拿起來 我就拍各位那個畫面 你看其實後面的畫面是 因為它又多一個說明 說明的話 如果不要我就點旁邊就好 比如說呢 我現在就針對這個地方拍照 好拍照 好 拍照拍完了之後 你只要按底下的咕咕打咕 它的照片就插進來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剛才打的名字 然後它就插進來了 然後呢 比如說這時候 等下楊老師一邊打的時候 要一邊要講話 你要用錄音的也可以 下拉錄音 好 比如說我現在就講了一些字 啊 這個太極拳招是怎麼樣子啊 好 講完了之後 我們只要打上面的咕咕 打咕 你的錄音就錄下來了 以後要聽 只要去點它一下 它就會播放了 其實有聲音啦 但是因為我都透過這個 這邊的聲音 我覺得調比較小 有沒有 它就會播了 OK 可以嗎 好 所以呢 那攝影的部分 我要跟各位講 攝影要怎麼攝影 好 像這個喔 如果今天聽完了 那個你暫時要退去 這個要消失掉 你只要按那個 下面 你的電腦下面有一個這個倒退鍵 倒退一下就好了 好 就到這裡 好 那我說喔 如果你要攝影的話 攝影的話怎麼做呢 對不起我先把這個存起來 這個存起來 假設你這邊弄好了 要存的話 你就打咕咕 這裡打咕咕打起來 按打咕咕 那個文件就存起來了 你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剛才是開始使用 上面就有一個太極缺筆記 假設你還要再編輯 只要點它進去 然後按底下的筆 等一下那個畫面還沒出來 好 點底下的筆 它就可以再繼續編輯了 比如說我捲到底下 我要再繼續編輯 可以再繼續編 可以嗎 好 那錄影的部分 我跟各位講怎麼的錄影法 我們先回到首頁 回到首頁 這邊就請各位按鍵盤的最下方的 中間的那個鍵 後鍵 回來 回來之後 請你找到相機的拍照 拍照可以切到錄影 各位的錄影可能都在 都跟我有一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切到錄影 比如說我現在就開始錄影了 好 你看我現在錄影一個影片 好 我錄影完之後 我把它停止 等一下我剛剛還沒開始錄 對不起 來 好 假設錄完停止 好 錄完了之後 我倒退 我可以在那個筆記本把它叫起來 一樣 進到這個太極拳筆記裡面 我一樣再按編輯 然後一樣到底下來 那我就可以用這個加號 有一個 你可以把相機找出來 相機找出來 你去找你剛才的那個相片在哪裡 我看一下我的相片是在 等一下我要跑一下 先這樣子好了 我那個圖片的部分 因為 之前那個每一個的相機可能會不一樣 我先這樣子 錄影的部分先稍等一下好不好 錄影的部分先 我們先拍照跟錄音 還有打文字 各位先想辦法把它 可以做個筆記 那等一下我們就要請楊老師 來 來那個 就是講那個太極拳的招式 各位可以 甚至你可以先用那個相機 先錄影 等一下再教各位怎麼擦 好嗎 好不好 來 各位先試一下 先簡單的試一下 我們就要請楊老師來開始 好嗎 先簡單來 давай